OpenAI最强的OE模型突然上线 在多个领域测试中 能力直接超过人类博士水平 接下来我做一下中文场景的能力实测 看一下它的能力到底如何 先来一个遥遥力尖的题目 这就是网上有名的华为面试题 一头牛重800千克 一座桥乘重700千克 牛如何过桥 现在可以看到OE有了和人一样的思考过程 这里展示了它如何一步步分析解答问题的过程 这就是体现了它新的思维链能力 这个问题AI思考了40秒钟 最后OE的回答是 让牛游泳过河 如果你是华为的HR 你还满意吗 接下来看下一个问题 你让工人为你工作7天 给工人的回报是一根金条 金条平均分为相连的7段 你必须在每天结束的时候 给他们一段金条 如果只允许你两次弄断金条 你如何给你的工人付费 OE给说的回答是 分成1 2 4 3段 因为这三个数 可以组合成1到7的任何数字 是不是很聪明呢 再来一个有名的燃绳问题 燃烧一根不均匀的绳子 从头烧到尾 共需要一个小时 现在有若干条材质相同的绳子 如果使用烧成的方法 来计时1小时15分钟呢 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经过不断的推理 OE给出了正确的回答 接下来测试一下它的编程能力 直接告诉他 写一个苹果风格的计算器应用 很快他就写好了 计算器的样式还是很美观的 而且计算器的功能 也可以正常工作 一句话就可以完成这样 真的非常不错 最后来一道奥数题 来上上难度 某个四位数有如下特点 这个数加上1之后是15的倍数 这个数减去3是38的倍数 把这个数各数位上的数左右倒过来 所得的数与元数之合能被10整除 求这个四位数 经过OE复杂的逻辑推理和运算 最后给出了1409和1979的回答 而这就是正确的答案 我还测试了很多其他问题 综合体验下来 OE的能力真的非常强 也增加了思维链的思考过程 可以看到一个复杂的问题 如何使用逻辑思维进行思考 我想要是把OE集成到儿童学习机上 那不就是不课班的噩梦了吗 你也赶快来体验一下吧